政府再有新的疫苗接种站,市民可以去到玛丽医院、屯门医院和伊丽莎白医院即场接种复必提,林凯彤报道。 玛丽医院的接种站早上10点开放,等候接种的大部分都是长者,有医院职员为他们讲解,其后被安排到疫苗接种室打针。 63岁患有长期病患的他,在医院覆尘之后接受医生评估,决定即场打针。 简直是VIP,平时打针就去打针而已,拿药也会快一点,因为我打完要休息,所以尽快让我拿快一点。 你去医院打针,自己不觉得吗? 其实也是,医院,不是在外面刺一刺的不同。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也有到场巡视,除了与轮后人士聊天,也有听取医护介绍流程。 长者他们看完医生之后,就要排队拿药的,打针会不会耽误了时间呢? 医院方面都有一个很细致的安排,也会将他们的药单,会有同事帮他们去到药房安排。 变成在这段期间,就可以去接种疫苗,之后那些药就已经可以拿到。 如果一切运作顺畅,反应都好的话,我们希望能够尽量有多点点来方便长者。 三间医院会在星期一至五,朝十晚七提供接种服务,想打科兴的市民,医院会转介他们去附近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。 新型肺炎疫苗针卡即日起,今日接种人士出生日期等的资料,已经打针的市民想更新针卡,要带机票等的外邮证明,去到接种中心或者诊所领取。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解释,是要有罪地做。 公务呜事务聂德权解释所有人士,如果需要更新,都是可以做到的。 只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,或者有一些旅游的需要和一些进次拍片,需要的一张针卡是要有若身日期等上, 满足当地的那些政府的要求。 所以可能他们比较优先需要换到针卡。 所以才会有只可要是如果有出行的证明,那就先和他们做了。 這個都是控制量的 我相信走了一段時間之後 看回實際的情況 這個完全有空間可以調整 不過是有序地分階段來做 有需要出行的就先優先做了